区议会选举公布结果 这场自去年占领运动以来 第一场大型选举 投票率创新高 有146万多选民投票 投票率大约47% 较上一届高5个百分点 其中全湾的投票率最高 是50.88% 而焦点所在 是四个竞逐连任的超级区议会议员 民建联李慧琼姓春 而泛民三个人之中 只有涂锦身姓春 冯检基和何俊仁都拜阵 其中在屯门乐趣选区 律师会前会长何君尧 拿到2,013票 寻求连任的何俊仁 只获得1,736票 未能够四度连任 他对泛民选情失利感到震惊 趁结讲下 首次出战区选的何君尧 以200多票之差 击败服务屯门乐趣四届 合共16年的何俊仁 我最感到恩惠就是 至少我今天是得到 有超过1,974名的居民 对我的投下信心票 这个我是会更加努力 为区内的居民 大家一起服务 学长人承认需要自我检讨 到现在我都不能总结到 主要落败的原因是哪几点 但是总括来说 我很多地方是不足的 民主党今次的表现 到现在来说 似乎好像强差日益 有很多位重量级的议员 都是落败的 这件事令我被失望 亦感到有点震惊 何俊仁和民协逢检姬的落败 亦都令泛民在下届立放会 组声超级区议会的 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 可以取得三个议席的机会 变得非常渺茫 民主党今届区选 悲喜交集 轻恨生一代的雨甲 成绩都不错 副主席罗健熙和中委欧乐谦 在南区利东选区成功连任 而中委柴民汉就保住华府北的选区 吴兆康就在半山东以大约60票 击败尋求连任 报清独立的张逸雄 亚洲电视记者陈杰报导 另一个超级区议员文协家冯检姬 同样未能连任 他被工联会新人陈永恩 以近8票击败 失守服务了12年的深水埗 麗角选区 李大伟报道 1号候选人陈永恩得票2531票2531票 3号候选人冯检姬2432票 三个人决战文协麗角票仓 25岁工联会新人陈永恩 以99票之差赢出 只有215票的黄仲奇 是冯检姬文协的前党友 但他和冯检姬的得票总和 刚刚超越陈永恩 陈永恩被问到 是不是因为 因为其余两个人相争而得利 黄仲奇母回应是否是戒票 凤检姬一度要求重新点票但仍然落败 个别服务三届的麗角 亦都意味他不能够 在北区议会参选下届的立法会选举 虽然这个差别是有99票 虽然这个是有第三者的介入 但我认为这个最后都是选民的决定 他未有交代 他会不会参选下届的立法会 九龙西直选 冯检姬又说 在低收入有多长者的社区 以物质建立网络相对容易 但文协不会这样做 他又希望支持者不会失望 亚洲电视记者李大伟背导 今届区议会选举 有19个立法会议员参选 当中建砌派有10人当选 2人落败 而法文就有4人赢3人输 李同音报导 民建园的钟树根在东区渝湾选区争取连任 但被独立的徐子健击败 钟树根认为新增了不少选民 影响投票的结果 自从战中之后 这个手提局多了很多年轻人 登记做选民 现在他们发挥的作用 是发挥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往后下来 我们如何去应对这个手提局 在以后的区议会或者立法会里面 我想我们回去也要多些思考 钟树根自1994年开始 就做鱼湾的区议员 今届选举有19名立法会议员参选 建制派12个人之中 有10个人取得席位 只有钟树根和郭佩帆落败 而法文7个人参选 就4个人赢了3个输了 上届立法会选举 他增设了5个俗称超级区议员的区议会 功能界别职位 区议员有提名和参选权 亚洲电视记者 李同音报导 行政长官梁振英不评论 投票率创新高原因 但认为选民踊跃投票 是重视区议会 何勇新报导 再请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 梁振英去沙基湾 外跌坠湾票站看开票 对选民踊跃投票 表示高兴 都说明香港市民 越来越重视 区议会的功能和作用 本届特区政府非常重视 和区议会的合作关系 因此我们授权 让区议会在地区掌握 地区的机遇 在地区解决地区的问题 他不评论投票率创新高的原因 选官会主席馮说 不估计投票率破纪录的原因 又说全日收到2400多宗 有关选举广告和拉票的投诉 不过整体的数字比上阶低 如果投诉涉及选举舞弊 并且有表面证据 就会转届联署调查 亚洲电视记者何荣生不得 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说 今次区选点票过程大致顺利 但其中设立一个选区 有当值人员计错投票人数 加上投票率高 令到点票价时间延长 点票用多了时间 是有以下的原因的 第一 今次的投票人数是增加了 增加了大概26万5千人 有很多个票站 亦都需要重点选票的 那些程度是增加了 5千人370年 公元认识 5千人370年